朋友们好 我们来讲解第五节 错账的查找与更正方法 包括两个内容 一个是错账的查找方法 以及一个是错账的更正方法 当我们企业发现账与账之间核对 账与账之间核对 账与实际核对 核对完以后发现 账上有错误了 那么到底错 错在哪了呢 那么必然有一个查找错账的方法 那么我们这里来加以介绍 错账的查找方法 是我们今年大纲新增的一个内容 往年是没有这个内容的 所以我们今年要关注错账的查找方法 它的每种方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关于错账的更正方法 说我们对完账以后发现账上 数字错了 那么我们怎么来进行更正呢 那这时我们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我本年发现本年的错账 还有一种情况是本年我发现上年的错账 所以我们本节讲的知识点呢 它只讲解了本年发现本年的错账 而没有讲解本年发现上年错账的方法是怎么来做的 它是没有讲解的 那我们考试只掌入本年发现本年的错账方法就可以了 至于发现上年的我们讲本年以后 简单给它拓展一下 让它了解一下就OK了 那下面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问题就是 错账的查找方法 那错账的查找方法呢 先分两大类 每大类下面呢 又分比较小的方法 那么第一大类是什么呢 是全面检查法 也就是说 我发现我账错了 我都检查 什么都检查 我检查我的凭证 检查我的账 检查我的报表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全面检查法 那对于全面检查法来讲呢 按照你的记账顺序 如果按照记账顺序是一致的时候 我们叫做顺查法 比如说我发现账错了 我直接检查凭证 看看凭证有没有问题 凭证没问题 再来查账 账没问题 再来查报表 因为我们记账的顺序 就是先编凭证 再登账 再出报表 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检查的方法 就叫做顺查法 那么逆查法是什么呢 逆查法就是 它并不检查凭证 它检查最后的结果 就是报表 查完报表以后 报表出现问题了 再怀疑账哪有问题 再来查账 查完账以后 再来怀疑评证哪有问题 再来查凭证 那么它是倒过来查的方法 就是我们所谓的逆查法 对这两种方法来讲呢 适用于两种不同的人 考试不会考 那么新人来讲呢 他一般都采取什么方法 采取的是顺查法 发现有错了 错了怎么办 从头查 那么一笔一笔的 新查凭证 再查账 最后再查报表 这是新人的做法 这种方法太慢了 是不是啊 那么老人做法呢 那么老人是比较有经验 一发现说 哟 我们这错了 错了以后 他直接先查最后的结果 他先查报表 先看一下报表 是哪项错了 啊 那报表错了 说这个数字 肯定来自于账啊 再来查账上 是哪错了 账上如果没问题 再来查凭证 哪有问题 他是倒过来 简单方法 是老人的做法 那他经验丰富了 他一眼就能看出 报表哪有问题 账哪有问题 所以他他去倒查的方法啊 这是我们全面检查 有两种方法 一般性了解 考试很少考到 我们再来看局部抽查 局部抽查呢 我就并不是对所有的进行检查了 我只查账 甚至说账当中 我只查个别的账户 我并不全都检查 就是局部抽查法 局部抽查法来讲 是我们这第一个大问题的 这个重要应该掌握内容 它分为四种方法 这四种方法来讲呢 我们主要的是掌握他的适用范围 第一种方法在什么错账情况下 我们采用查账 第二种方法在什么错账情况下 我们来采用 他掌握的是他适用范围 那我们先来介绍他的错账的原因 再来介绍他查账的方法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叫 差数法 那什么是差数法呢 先来看我们错账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以总账和明细账来代表 两个不同的账之间进行对账 那么其他账之间进行对账 如果要进行查找的话 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就以总账为例 那总账上的总数和明细账的总数之和 应该是相等的 他们俩之间有一个相等的关系 在期末我们进行对账时呢 我们发现啊 说我们平时总账进了100 明细账进了100 总账进200 明细账进200 要平行登记吧 当第三名业务我们计账时 总账进了40 明细账没计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 双方的结果肯定就不等了嘛 那么我们当时一对账 发现总账340 明细账300 我们发现两个数不一致了 我们怎么来查找这种错误呢 我们先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叫差数法 差数法就是说 拿这两个不等的数字相减 340是总账数字 明细账是300 二者之差是40 我们就来考虑一下 我们在经登账的时候 有没有说 多金额多那个账 多了一笔这个差数 那么就查这笔金额就可以了 我们看在三笔记录当中 确实只有一笔40 那马上你要有一个意识 哎这个账上多了 那么另一个账上是不是没记这个金额呀 你找哎就记了两笔 他少记一笔 那很快就能查出这笔账到底是哪错了啊 我们就不用从一笔一笔来核对了 总账记了 明账记没记 就不用一笔一笔也进行核对了 你三笔业务一笔一核对很快 一千笔业务呢 那就太慢了 我们就不如我们先找二者的差数 然后再来看你账户当中 有没有这个跟差数一样的金额的 就怀疑他可能一边记了 一边没记 导致双方金额不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差数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差数法指的是什么 是指按照错障的差数 查找错障的方法 就是我们所谓的差数法 在教育当中呢 也没有给出差数法适用范围 所以我们掌握住差数法的定义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法叫尾数法 什么是尾数法呢 还是直接看 看一下我们导致双方不等的原因 或者导致错量的原因 再来解释这种方法 我们看总账 在第一笔业务记录的时候 记录100.10 而明细上只记录100 不一样了吧 总账第二笔 记200 明细上也加200 就说明总账和明细上 在记录的时候呢 出现一个记的是100.1 一个记的是100 最后结果是什么 我们现在对账 结果就是总账记录是300.10元 那么明细上记录的是300 那这是他们的不同点 只是小数位 是有区别吧 就是较分位有区别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查找双方进行 不等原因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忽略整数了 我们直接就看最后的两个小数 不就小数不一样吗 那你就看一下 总账上有一个.10 明细上没有.10 就很快能找到这个小数位不同了 那么这样能快速来定位 我们到底去哪错了 这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尾数法 好 我们来看它的概念 尾数法是指对于发生的差错 只查找末位数 如果你分不一样就查分 缴分不一样就查缴分就可以了 以提高查找效率的方法 这种方法适合于借贷方金额 其他位数都一致 而只有末位数出现差错的情况 它给出了适用范围 那么我们要记住尾数法 它的适用范围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方法和第四种方法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 叫除二法 第四种方法叫除九法 就是用我们刚才算的差数 除以二来查找错障方法 用刚才算的一个差数 就是第一种方法当中 那个差数除以九来查找错障的方法 那么这两种方法 是我们经常考核的内容 应该说在我们第一大点当中 这是最常考核的 考核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适用范围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 先来看一下除二法 是怎么导致他错障 那么先来看 总账 那么第一笔业务记一百 名义账记一百 然后第二笔业务的时候 总账记二百 名义账记二百 但他不幸的是呢 他名义账上没记 在总账上记两笔 好 现在业务记录完了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对账 总账 其中余额是五百 名义账余额是一百 你看到 两个账簿 一个五百 一个一百 那怎么办 你要按照我们正确的查账方法 来进行查账 那么怎么办 先用五百减一百 先用差数来查 说有没有四百这笔业务 一看 没有四百这笔业务 然后再来用我们的除二法 也就是先用差数法 再用除二法 那么我们把那差数 不是四百吗 五百减一百 用四百除以二 看一看 在我们业务当中 你就看多的那边记录当中 多的那边当中 有没有是这个 差数一半的呀 四百除以二 就是怀疑 有没有一笔业务 它进了两次的呀 还真有这笔业务 四百除以二 不就二百吗 你看 有两个二百 我们很快就怀疑 是不是这出现问题了 那这也是我们快速查找 错账的一种方法 对吧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除二法 除二法是指以差数 就是两个账之间那个差数 就是四百除以二 来查找错账的方法 当某个借方金额 错记贷方时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 是两个账之间了 名义账没记 总账记两比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 也有可能出现什么 我们应该是借方记一比 贷方记一比吧 但是贷方没记 我光在借方记录了 这时你求出借方合计数时 必然大于带方合计数 这是借方记多记一次 或者出现反向是什么 就是借方啊 我没记 带方记了两次 也会导致带方 那个和借方的差 那个差数是错误金额的二倍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注意 他这种适用范围 当某个借方金额 错记住带方时 就是记了两次 或者带方金额 记住错记住借方时 能记了两次记 就会出现错障的差数 表现为错误的二倍 将此差数除以二 就得出的伤 就是反向的金额啊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错误的数字 那么我们要掌握住 除二法 适用范围是什么 将借记成了带 或将带记成了借啊 这是除二法 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除九法 除九法来讲呢 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你采用除九法的时候呢 也不能很快的找到你最终的那个错误原因 因为你采用除九法以后 可能会有多种情况和你的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你还要继续去排除到底是哪种错误 比较麻烦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除九法 对于除九法来讲呢 就是差数不是除以二了 是除以九来查找错障的方法 适用于三种情况 这三种情况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还经常出现了 什么情况呢 将数字写小 将数字写大 林数颠倒 数字写小 500写成50了 数字写大 50写成500了 林数颠倒 51写成15了 那么这个相邻数字颠倒 就是林数颠倒 当出现这三种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会采用什么 采用除九法 这是一道多选题的考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错误的原因 数字写小 数字写大 林数颠倒 为什么会采用除九法 那么我们来看 假设总账有两笔业务 名义账有两笔业务 总账上第一笔记一百 名义账记一笔记一百 没问题 总账上记了200 可登名义账的时候 登了多少 没登200 少看一个零 给写成20了 这结果就是什么 将200 少写了 就是经数字写小 甚至说是什么 我们反过来说 说应该写20 我总账给写成200了 不就是将数写大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 它最终的结果 是一个什么结果 我们看总账的余额是300 名义账余额是120 这时看两个账之间 出现差数是180 我们先用第一种方法 看看有没有180这个业务 没有 再用180除以2 有没有90这个业务 也没有 都没有了 我们只能采用除九法 来试一试了 就用180除以9 什么结果 180除以9的情况下 就是20 是吧 就是20 那我们就找一下 有没有20这笔业务 我们在比较少的那金额上 来找20 多那上是没有20的 比较少的那一张 名义账 那个数字少 是120吗 就找有没有20这笔业务 那么这样来讲 一找真有20这笔业务 就马上问 名义账快据 马上问总账快据 说总账 你那有没有200那笔业务 20的10倍不就200吗 是吧 那么你说还真有 那就是这笔业务 导致双方出现问题了 这也就是我们快速的进行查找 错证的方法 就是由于数字写小 数字写大 那都是采用这种方法 用差数除以9来查找 快速查找那笔错误金额的方法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林数颠倒 我们来看 我们举的例子 说总账上是100 名义账也计100 第一笔业务没问题 第二笔业务总账200 名义账200也没有问题 第三笔业务总账写15 名义账给写反了 写成51 这个两个相邻数字给写颠倒了 也是经常见到的现象 那么这样来讲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总账会计汇总完以后是315 名义账会计汇总完以后是351 那这是两者金额不一致了 就马上找哪错了呀 还是按照我们刚才的顺序 先找二者的差数 51-15是36 看看有没有36这笔业务 没有 再用这个36除以2 除以2是18 有没有18这笔业务 也没有 然后我们再只能除9了 我们用36除以9 得到的是4 得到4什么结果呢 并不是查有没有4这个业务 而是查看一下啊 那个个位数和实位数上啊 有没有说两个数字相差 颠倒以后正好是差4的 那你看 有15 这边有51 1和5之间 是不是正好差4啊 那么这样来讲呢 我们就找 马上怀疑就这笔业务导致的 那么我们就快速来定位 很可能是这笔错障啊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除9法 那么除9法是用几种情况 三种情况 一定作为多项题来把握 好 这是我们介绍的四种 抽查的方法 适用范围上 注意第二种和第三种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关于错障更正的方法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啊 对于错障更正的方法 我们本年 我们发现本年的错障 还有本年 我们发现上年的错障 还是这句话 我们现在讲的并不是本年发现上年错障 而本年发现本年的错障 那么有三种情况 这三种情况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考试当中经常考到了啊 他给出你一道题 他告诉你错了 让你去更正错障 看你会不会更正 这是大题的考法 在小题当中呢 他考个什么判断题啊 因为每种错障更正方法呢 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 他就问你啊 他的这种方法和他这种适用范围是否是一致 这也是我们考核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种错障的更正方法 以及他们的适用范围 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方法叫划线更正法 那么划线更正法一定注意一点啊 它是什么 它是在结账之前发现账博记录有文字或数字的错误 而记账凭证没有错误 我们注意一点是账上有错误 而凭证有没有错误呢 凭证是没有错误的 我们采用什么方法 采用的是划线更正法 比如说赵老师来编会计分录 就来编凭证 同学们来登账 那么我在编会计分录的时候 我说记入银行从管的账户 记一千块钱 我写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同学们来登账 一登账以后你们出现笔物了 你们把一千给登成一万了 这是什么结果 赵老师有没有错误 编内凭证没有错误 同学们登账登成一万了 有没有错误是有错误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才适用划线更正法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怎么来更正呢 现在在账上分成两类 一类是我们的数字错误 一类是文字错误 我们先来说数字错误 一千给登成一万了 那么怎么来更正 那么这是更正 用更正评证吗 不用更正评证 只是在账上进行更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再换个例子来说 我们讲解当中举的例子是 这个正确的数字 比如说我编评证 我的评证上正确的是7890 而同学们登账 账上可登了是7980 是登错了吧 登错怎么改 就是一行金额错了 我把它给划掉 写上正确的就可以了 我们看怎么划呢 就是如果说是金额写错了 不能把这个98给划掉 写上89不可以 一定把这个数字全都划掉 所以正确的更正方法是 将这组数字7980 用红线给它划掉 上面再用蓝字 再写上正确的7890.00 再写上正确的 同时在后面进行盖个章 我画圆圈打一叉子 表示盖章 来明确是谁更正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数字错误的更正方法 在账上把那个账上 把错误的数字红线划掉 再来进行更正 可以不可以 只把错误的数字 划掉呢 并不是 是全都划掉 这个判断题注意力一点 我们再来看文字错误 如何来进行更正 比如说我们在摘要当中 进行书写的时候 我那个分录当中写的摘要 评论当中写摘要 正确的是说收回货款 而你登账的时候写的是什么 你写的是收回贷款 这时就一个字错了吧 一个字错了 用不用把整个摘要全都划掉呢 文字错误 没有必要把全部都划掉 只把那个错词给划掉就可以了 用红米划掉 上面写上正确的收回货款 再开个账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谓的划线更正法 那么它的做法注意两个问题 两个考点 一它的适用范围 一定是凭证没有错误 只是登账出现了笔物 二笔物分成文字和数字 对于数字错误 一定是把全部数字都划掉 不能只划掉错误数字 好 这是第一种方法 我们通过一张图片 再来加深印象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第二行在登账时 出现数字差错了 它把这数字差错 全都给划掉了 然后呢 在上面再用蓝字写上正确的 滑掉的时候一定红笔 然后再上盖上它的章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法 叫红字更正法 红字更正法 与第一种方法 有本质的不同 什么不同呢 它是 凭证就有错误 你凭证有错误了 给你错误的凭证来登账 你肯定登错账了 这是适于红字更正法的一个前提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红字更正法 它又具体分成两种错误原因 那么采用红字更正法 哪两种错误呢 第一个 记账后发现 记账评证中 应届应该的会计科目 有错误 所引起的记账错误 这是科目原因导致的 第二个 是记账以后 发现记账评证和账目记录中 应届应该科目没有错误 只是那个金额大于应计金额 就是多计了 我们举例来加以说明这两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 我们从银行提取现金 那你从银行提取现金 这分路是什么 借库存现金 代银行存款 而我写成什么了 我写成了 写成借应收账款了 代银行存款 那这是我们看一看什么结果 是不是我科目用错了呀 这个科目用错以后 我边分路边错了 同学们跟进我的分路 评论来登账 必然要出现差错 那么这样我们就要采用 红字更正法 这是科目错误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说科目没有错误 只是金额多计了 比如说从银行提取现金 我借贷都正确 我借库存现金 代银行存款 这个账户方向都正确 就是金额 比如说提了一千 我编分路 编了一万 那这个时候 同学们在登账的时候 肯定登库存现金账 银行存款账 账没登错 错在哪了呢 你按照一万来登账了 应该多少 应该是一千 应该一千的情况下 是不是你金额多计了呀 你计账的时候多计九千吗 在这种情况下 也要适用于我们所谓的红字更正法 所以在考章中 在出多远题的时候 他说红字更正法 适用于以下哪一种情况 就这两种情况 我们下面举例来加以说明 先来看他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记账评论中 会计科目导致的差错 如科目名称写错 或者是借贷方向写错 这是我们拓展一点 他说科目写错又分两个 你名称写错了 库存现金写成应收账款了 这是评论当中错了吧 或者是什么呢 我两个科目都没错 一是库存现金 一个银行存款 但是方向写错了 我写成借银行存款 贷库存现金了 那么也都采用我们这种 红字更正法第一种情况 统称为叫会计科目错误 叫应接应该科目错误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更正呢 他分成做两步工作 比如说现在我编了一张凭证 给大家登上了 肯定这凭证错了 大家登上也登错了吧 登错以后 他们着急 赵好事怎么办呀 我说别着急 我们采用红字更正法 好 我现在采用红字更正 怎么更正呢 我要分两步 第一步 我要红笔来编分录 第二步用蓝笔来编分录 就是编两张凭证 一张红字的 一张蓝字的 看 更正是先用红字 签写一张 与错误的记账凭证内容 相同的红字记账凭证 他指的是用什么填 用红字来填 填一个与错误的凭证 一样不一样 一模一样的凭证 他不是相同的红字凭证吗 然后 根据此红字 记入账内 在这个摘要栏注明 冲销某月某日某号 凭证的错证 以示注销 那现在我来编一张评照 我拿一张评照 我把这错误评照找出来 我抄一个 抄一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 这个金额 我是写的是红字 我们所说的红字 并不是汉字 文字和数字都是红字 就是金额是红字 然后 我把这红字给你 我是第一步 先把他登上 他登上 结果什么结果 你原来在哪个账户 用蓝笔登了 再用红笔登一次 就表示 对你原来的错证 进行给冲销掉 就相当于没登一样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二步 再用蓝字 再编写一张正确的评证 据此用蓝字登记入账 我再来 再编第二笔分路 那第二笔分路呢 我再来拿一张评证 假设我们拿了一张评证 那么我们再来编 这是再编的时候 再用蓝笔来编了 用蓝笔编一张正确的 借库存现金 带银行存款 那么金额一千 同学们再重新登一次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红字更正法 分成两步 那么在第二步的时候 在这要栏怎么写呢 说 丁正某月某日某号的凭正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红字更正法 由于你应届应待科目导致的差错 做成两笔这个凭正 进行更正 我们再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来看例题 4月6号企业购入材料5000元 货款尚未支付 那么错误记录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里的是错误记录 错误记录是原记账凭正 写错账户名称 并已经登记入账了 我们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采用划线更正法 一定注意 是我边凭正边错了吧 等没登账 登账以后才会出现红字更正法 这是注意这一点 那么我们看 也已经登记入账了 这个错误的凭正是什么呢 是借原材料5000代应收账款5000 按照正确的分录 应该是采取材料了 不考虑税的情况下 应该是借原材料 这里不是应收账款 应该是应付账款 现在我边分录边错了吧 同学们根据我错误的分录 也已经登账了 登原材料账 登应收账款账 各登5000 先来肯定 凭正错了 账也登错了 怎么更正呢 下面我们来看 第一步更正 先编一个红字的 看4月18号 编制一个红字的凭正 并登记入账 我编一个借原材料 带应收账款 跟原来借账方向一模一样 只不过金额 注意什么字呢 是红字的 这是凭正 编成红字的 然后在交易栏著名 冲销某月某日某号的 几号凭正的错账 我把一张凭正 红字编好了 然后现在给大家 大家来进行啊 登账 同学们 在原来原有的错账 基础上 你不各用蓝字 曾经登过错账吗 再登一笔红字的 登一笔红字结果 是什么 原来登蓝字5000 登用红字5000 相当于给充填没了 相当于没登过一样 应收账款呢 也是蓝字5000 红字5000 相当于充填了 这是第一个 就是先充掉原来的错账 然后第二个呢 再用蓝字 再登一笔正确的账户处理 就可以了 所以第二步 用蓝字来编制正确的凭证 这是编制正确凭证 借原材料5000 但是什么 应付账款5000 是正确的了吧 我编一张凭证给大家了 大家再来进行登账 大家来看 你们原来用红字 冲完以后 是这种结果 现在再登一个正确的 怎么登记呢 就涉及到原材料账户 和应付账款账户 在原材料账上 再重新登一次就可以了 借这个5000 再应付账款 贷不签 这样呢 我们就更正完 我们的错账了 所以请同学们掌握住 这个红字更正法 那么它是怎么来做的 针对第一种情况 什么错误 应届应该科目错误 导致的更正方法 我们再来看呢 我们第二种情况 适用于红字更正法的 就是科目没有错误 只不过就是金额多计了 我们看解释 这张评论中 会计科目是没有错误的 我编那个科 评证 科目没错误 只是错级的金额 是多计了 那么更正是怎么办 不用两部分路了 只编一部分路就可以了 还是红字 看更正是按多计的金额 用红字编制一张 与原计量评证 科目完全相同的 那么但是金额呢 是一个红字的 并且是多计的金额 然后根据此红字评证 登记录账 这要著名冲销 某一某日某号评证 我们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看这条例题 企业提取本月固定资产 折旧费是3800元 编制记账评证时呢 物计为38000元 应该38000多一个零 其多了 那么我们看 我的错误评证是什么 借管理费用38000 带了一折旧38000 这是赵老师编的评证 那同学们呢 也登账 也登错了 登管理费用 登了一折旧 都登的是38000 应该登38000就可以了 那么怎么来更生错账 如果你不怕麻烦 采用我们红字更生法 第一种 也可以啊 先把这错误记录 全都给冲去 再登一个正确的 也可以 那么我们有没有省事的办法呢 由于账没登错 就两个账户没登错 只不过金额写多了 写多了 我们采用一种简化的方法啊 我们就把多计的金额 给他用红字 给他冲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来看 更正方法 只做一笔分路 将多计金额 用红字编制记账凭证 借管理费用 带来一折旧 借贷方向 都是一样的 科目不变 只不过金额 写的是二者的差额 34200 38000和3800的差额 不多计34200吗 我把多计的金额 我编了一张分路 把这分路评证 给大家 那大家呢 来进行登账 登账的时候 这是原来的错证 怎么登账呢 在原来基础上 都用红字登一个 多计的金额 红字登账以后 导致结果就是 38000减去34200 红字代表充减 得到你的结果 就是3800 那一折旧 38000在登了一个红字 34200以后 结果也是3800 这样这3800 不就是正确的吗 这就是我们 红字更正法的第二种情况 科目没错 只不过是金额 多计还是少计了 金额是多计了 把多计的给它充去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方法 叫补充登记法 补充登记法 与第一种方法 也有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跟第一种说 因为第一种是 凭证没错误 指登账出现笔物 我们第三种方法是什么呢 是凭证 有错误 导致我们出现 登账出现差错了 所以第三种方法 和第二种方法 在这点上是共同的 这要是变得凭证 有错误了 那么导致我们 登账出现差错 只不过第三种 错证更正方法 和第二种 错证更正方法 他们在错误的原因上 有所不同 怎么不同呢 我们第三种 错误原因和 第二种 红字更正法 不是两个吗 跟红字里面 那个小二 就是金额多计了 很类似 我们看一下 说记账凭证后 发现记账凭证 和账报记录 应届应待科目 是没有错误的 就是凭证没有错误 登账 也没有登错证 指的是凭证中 科目没有错误 只是金额 小于经济金额 小于是说明什么计了 说明就是少计了 你看 红字更正的第二个 科目没有错误 只不过金额多计了吧 采用红字更正法 现在是什么 科目没有错误 金额少计了 就要采用补充登记法 怎么采用补充登记法呢 我们通过一道例题 来加以说明 看这道例题 为生产产品领用材料 八千四百元 那么一说领料 我们正确的品种是什么 借生产成本八千四 带原材料八千四 而赵老师编的错误品种 是什么呢 借生产成本四千八 带原材料四千八 我是不是少写了呀 八千四 我编分录写成四千八 那同学们来进行登账 必然在生产成本和原材料 这两个账户没有错误 就是金额 都按照四千八来登记的 这样结果 平常有错误 导致登账 有错误 导致登账金额 是什么记了 是少记了 那现在 同学们发现这种账务 错误以后 那让赵老师来更正 怎么更正呢 我们采用补充登记法 不少记了吗 我再编一个 跟原来借账方向都一样的 不就这两个账户 都少写了吗 我把少写的金额 我再编一笔分录 从上面再登一次账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 各种方法 将少记的金额 编至记账评仗 并登记入账 赵老师编一笔评仗 借上线成本 带原材料 跟那个错误的 借账都一样 只不过金额是什么 是少记的金额 少记三千六 我再编一笔三千六的 那这样 我们来在原来错账 基础上进行登账 原来错账 登的是四千八 我们同学们 根据这个分录 来登账以后 同学们记账 上线成本 登一个三千六 原材料登一个三千六 这样你登记入账以后 补充登记了吧 结果就是补充 更正完以后 正确的就是八千四 正确的就是八千四 看到了吧 两个账都是八千四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补充登记法 那么补充登记法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你原来登了一个金额 后来再补一个 那补完以后 就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补充登记法 我们一定要掌握住 补充登记法 它的适用范围 是我们判断题当中 经常考核的 凭证当中的科目 没有错误 只是金额少记 好 我们下面来看 几道例题 来强调一下 这几种方法的适用范围 先来看一道对象题 记账以后 发现记账凭证中的金额有错误 导致账货记录有错误 不能采用的错证更正方法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凭证有没有错误 再来说采用哪种方法 说发现记账凭证中的金额有错误 你说记账凭证中金额有错误 就说明记账凭证是有错误的 那记账凭证有错误 肯定不会出现采用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划线更正法是什么 凭证没错误 登帐出现笔误 才会采用第一种方法 对不对呀 那么这样我们凭证有错误了 要么采用第二种 要么采用第三种 这样来讲 他说不能采用的错证更正方法 是什么 那不能采用的 肯定把这划线更正法 是不能采用的 对吧 那么下面还有哪种方法呢 那么我们看 下面还有一个重新抄写法 有重新抄写法吗 是没有的 我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原来我一个学生呢 毕业以后到一家企业去找到一份财务工作 这是好消息 找到工作了 但一个坏消息是什么呢 他的上一任会计呢 由于跟单位有矛盾 辞职了 上一任会计 把单位那账弄的乱七八糟 现在我们的同学到一单位去以后 本身他的基础理论就不是很扎实 再碰到这些错账乱账 他头就大了 所以他说得了 我也不整理他的错账了 我把他凭证啊 我重新到我重新登一次 这多省事啊 找账太不好找了 那这种话可以不可以呢 是不可以的 首先肯定是不可以的啊 这要重新抄写法 是不可以的 那么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采用的 那至于我们所说的金额有错误 就是你科目没错误 金额要么多计要么少计 如果多计了 就采用红字更正法的第二种 那么如果是少计了 就采用补充登记法 对吧 那么这样来讲呢 他可以采用的就是B和C 金额错了啊 那不能采用的就是A和4D 所以本题答案就是选择是不能采用的 就是A和4D 我们再来看一条代案题 更正错证时 划线更正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划线更正法 一定注意 凭证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只是登帐出现比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个选项 A 记账凭证上会计科目 或记账方向有错误 不管是科目有错误 还是方向有错误 总之是凭证有错误 不能采用划线更正法 RB 记账凭证正确 在记账时发现错误 导致账博记录出现错误 那么看记账凭证正确了 只是登帐出现比误了 这个可以采用划线更正法 C 记账凭证上会计科目 或记账方向正确 只是所计金额大于应计金额 你记账凭证上科目没错 金额写多了 那不也是凭证有错误吗 那么自然就不能采用我们的划线更正法 好 此地记账凭证上科目或记账方向正确 金额少计了 那金额少计了 也是你凭证有错误 不能采用划线更正法 那么乍然来讲呢 凭证有错误的绝对不能采用划线更正法 这样 说 适用范围的就是2B选项 好 再来看一下段障题 红字更正法通常适用的情况是什么 适用什么情况 你的科目有错误或者科目没有错误金额多计了 就这两种情况 看一下 A记账后在当年内发现记账凭证所计的科目有错误 那科目有错误就可以采用什么 红字更正法 2B选项发现上一年度的记账凭证所计的会计科目错误 2014年发现2013年有一张凭证 别登错了 2013年肯定也登错证了 是什么错误 科目错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上一年度的能不能用红字更正法呢 我今年发现去年的了 不可以 应该用什么 只能是用蓝字更正法 这是我们注意点 不能用红字更正 我们所说的红字更正 一定注意是什么 我今年发现今年的错误才有红字之说 但是今年发现去年错误用什么 用蓝字更正法 比如我们从银行提取现金 正确的分路应该是借库存现金 贷银行存款 在上年的时候 它这样编的凭证 假设是一千 它编的分路 借方科目发生错误了 这是上年的凭证 发生错误了 那上年必然登错证了 那我今年发现了 那今年怎么更正 不用红字更正法 用蓝字更正法 怎么更正呢 我们发现去年应收账款 本身不应该登记借方吧 登记个借方 我给他今年给他充填掉 怎么充填呢 我们从贷方充填 用贷 应收账款 用蓝字不用红字啊 那么 你借方登记一个 贷方给充填掉了 去年应该是借库存现金 你去年没借吧 那今天给补上 借 库存现金 一千 那这样我们来看看 那去年登错证了一账 今年给他减去 对吧 你原来登记 现在登 那这样不就减去了吗 再登上正确的 借库存现金 一千 我们根据这个评论来登账 就把去年错证给更正了 那是有红字吗 没有红字 是蓝字更正法 注意 C 记账后发现会计科目无误 而所计金额大于应计金额 科目没错 金额多计了 是可以采用红字更正法的 而四弟说 科目没有错误 金额少计了 金额少计了 要采用什么 少了 你应该补上才可以 应该补充登记 不应该采用红字更正法 所以红字更正法 是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的A和C 这是我们通过几道题呢 来说明一下 我们这三种方法 他们各自的更正方法 以他们的更正范围 是吧 我们要掌握住 是重中之重 那有些人说 这些方法太麻烦了 不过都不采用 我采用什么方法 哪错了 我有涂盖页 我给涂上 然后再写上正确的 盖个章 这多省事啊 行不行呢 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注意 如果发现错误了 使用什么涂盖页呀 刮擦呀 挖布呀 那么这种方法都不可以 因为你采用这种方法以后呢 你账上不能看到 原来有的错误痕迹是什么 是我们准则不允许采用的方法 这是我们要掌握这个知识点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一节所讲的 错障查找和错障的更正方法 这一节我们就讲解到此 我们来讲解本章 最后一节 会计账博的更换与保管 包括两个内容 这两个内容呢 都是一般性的了解就可以了 如果要考核 也就偶尔考到判断题 一会计账博的更换 二会计账博的保管 首先来看第一个 会计账博的更换 我们每一年度结束以后 就要开始新的年度 那么新的年度开始了呢 我们要把原有的旧账要进行 封存 在新的年度呢 要使用新的空白账本 来表示一年新的开始 是吧 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去年那个旧账啊 已经用了很多了 那今年呢 我再使用新的账 那肯定买一本新的账 新的账来使用 这是很好理解的 如果我那去年旧账就用了一行 那今年我是不是还要重新买一个账本 用不用呢 这决于你这个账是什么账啊 有的账可以连续使用 有的账你就是记忆行 也得买新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考上中就会考核我们 什么账 你用一行也得买新的 什么账可以连续使用 我们来看对于每年都必须要更换一次的 就是这三种账 总账日级账和大部分的明细账 换句话说所有的总账 所有的日级账都得更换新的 而明细账来讲呢 大部分都得更换新的 只有少部分不用更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说跨年度使用的不必每年更换的是什么账呢 变动较小的明细账 可以呢 不用每年更换 比如说固定资产明细账 这个固定资产明细账 那么我们这固定资产 在每年来讲变动是都比较小啊 是吧 对这种账为了保持它的连续性 我就连续来使用 那更能看出我们最早 我们购买固定资产情况 以及还连续使用情况 更能完整的来反映这笔业务的记录 所以呢 对于这种变动较小的明细账 可以不用更换 那除了变动较小以外 那其他的明细账就要进行更换了 是吧 还有一种明细账 就根本就不用换啊 什么 就是备查账簿 对于备查账簿 它是可以连续使用的 这是关于会计账簿 在新旧年度的时候 有的用换 有的不用换 要掌握住他们的使用范围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会计账簿的保管 说我们旧账 今年使用结束了 我们要给他保管 在保管的支点当中 我们讲解三个支点 一个就是保管的移交 一个就是保管 还有就是他的保管期满了 进行销毁 首先来看 账策 我们今年账结束了 那么怎么来移交给答案部门 是不是说2014年 那么账本在2015年1月1号 就转给答案部门呢 并不是啊 我们来看这句话 每年都重要 各种账户在截转 夏年建立新账以后 一般应该将旧账 集中统一来管理 原来这些账 总账在财务科长 明信账在各个会计这儿 现在都要集中起来 统一进行管理 会计账簿 再有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 保管一年 也就是2014年的 并不是在2015年1月1号 要转出去 先保管一年 因为2015年呀 还有可能随时要查 2014年的业务呢 他们是有业务有连续性的 那么我们要查的情况下 如果说统一都交给公司 答案室了 再查就不方便了 所以再有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 保管一年 期满以后 以后指的是一年保管期满了 由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 编制移交清策 移交给本单位的答案部门 那么要办一种移交手续 谁来编移交清策呀 是会计部门 编写移交答案部门 移交一共几本账 那么要编写一个移交清策 好 移交过去以后 那么由答案部门呢 进行继续保管 那么在保管的时候 各种账簿呢 应当按照年度分类来归党 它是一年都放在一块 2014年档案在这儿 2015年的在另外一个地方 是按照年度分类来归党 编造你的存档的目录 就保管目录 妥善进行保管 那在保管过程当中呢 要达到两点 第一个 你存档了 目的是什么 一 是你将来要想查这些数据的时候呢 你能方便的查到 二 你要保证这些存档数据的安全 这是过去的记录 将来要找证据的时候 好 必须查找 所以说从这两点来把握 一要安全 二要方便查找 对吧 既要保证在查阅 需要时迅速查阅 要保证各种账簿的安全和完整 那么在保管期满了 如果说这个账保管15年 到15年期满了 怎么办 就可以给它进行销毁了 由档案室提出销毁意见 财务部门呢 再来鉴定一下 财务部门答案吗 可不可以销毁呀 双方都同意了 再找单位一把手进行签字 就可以把这档案进行销毁了 所以保管期满以后 还要按照规定的审批程序 经批准以后才能进行销毁 这是我们所谓的档案的 它的移交 保管和销毁 这只是点一般性的了解就可以了 好了 这样来讲 我们把第六节就介绍完毕了 那本章也就要结束了 我们再来把本章呢 进行小结一下 那本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一共分为六节内容来加以介绍的 最重要的就是2345 这四节内容是重装之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大纲对于本章的要求是什么 再对本章知识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第一个是了解会计账博的概念和种类 对于账博的分类 千万注意可不是了解 考试当中经常考核 这三种分类 第一种分类依据分成什么结果 第二种分类依据分成什么结果 第三种分类依据分成什么结果 除了考核分类依据和分成结果以外 还把第一类和第三类做一种结合 比如说第一类按照用途 不同分为日记账分类账和对查账 那第三种呢 分类呢 是分成按照外表形式来分 钉本账 活跃账和卡片账 他就做一种结合 问你日记账和总分类账 要采用什么形式 一定要采用钉本账 而明细分类账呢 要采用活跃账 这是他第一种和第三种的结合 也是考试当中经常考核一点 第二个熟悉会计账博的登记要求 说是熟悉应该是掌握 因为我们登账 它有一些基本性的要求 你要掌握住它到底有什么基本要求 是考试多选题的考点 你应该非常熟悉 我们这里就不再重新表述了 第三个要掌握日记账 总分类账及有关明细分类账的格式和登记方法 在日记上呢 它有分为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两者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注意这两种日记账都是谁来登 都是出纳来登的 因为出纳是管钱的 现金和存在银行的钱 银行存款 所以这两个账都是由出纳来登的 先指明是谁来登的 那么在登账的时候 那肯定要记录他们钱的增加和钱的减少 现金日记账在反映钱增加的时候 就是借方是根据两种凭证来登 是根据什么 是根据现金本身的收款凭证 现金收款凭证和另外一种钱的付款凭证 银行存款的付款凭证来登记现金的增加 现金减少呢 只根据现金的付款凭证 所以这里呢 我们注意它多选题和代选题的考点 银行存款日记上同样的道理 银行存款日记上登记增加时呢 是根据银行存款的收款凭证和现金的付款凭证 登记银行存款增加 减少只根据银行存款的付款凭证 这些质量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对于总分类账它的格式和登记方法 格式呢 最常用的是三来式 那它登记方法呢 有三种登记依据 可以根据每一张记账凭证来登 也可以根据汇总后的记账凭证 汇总后的记账凭证 有叫汇总在记账凭证之前的 叫汇总记账凭证 也有叫记账凭证汇总的 那么有三种依据 这三种依据是我们下一张要进行讲解的 那么名义账来讲呢 有不同的账业格式 三来式多来式数量金额式 还有我们所谓的横线登记式 没有两来式 那么对这四种这个账业格式来讲 你要记住了 那么什么采用三来式 什么采用多来式 什么采用数量金额式 这是我们经常考核的内容 那么采用数量金额式的就是原材料和库存商品 那么又要反映金额又要反映数量 那不需要反映数量的 要么采用三来式 要么采用多来式 采用三来式的 就是只反映金额不反映数量的 就是债权债务的名气账 还有我们的实收资本等等 这些名气账 那么只反映金额的 我们采用三来式 那么反映金额的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 比如说收入名气账 费用名气账 那么他们不采用三来式 采用的是多来式 要注意 还有利润分配也采用多来式 对于名气账登记方法呢 有逐日逐笔登记的固定资产 债权债务 还有呢 不逐日逐笔登记的 你记住固定资产债权债务 逐日逐笔登记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可以逐逐笔 也可以按期汇总来登记 好 第四个 熟悉总费类账与名气费类账 平行登记的要点 这个要点呢 是三个经常考核多选题 往年是四个 今年是三个 第五个 掌握对账和结账的方法 对账来讲 是包括账账核对 账账核对和账时核对 没有账表核对 在会计组当中 是不包括账表核对的 财经法规是包括的 我们注意啊 那么 那在会计组当中的对账 就是三个 尤其注意 我们企业的债权债务 和欠我们钱那方货 我欠那方的债权债务 来进行 账与账核对时 不叫账账核对 叫账时核对 我们企业的账 与银行的那个对账单核对 也叫账时核对 所以注意账账核对 包括四个 那么一定要加以区分 刚才我讲这两个 不是账账核对啊 对于结账的方法呢 我们一般性的了解就可以了 对于结账的方法 我们要注意 总账也好 名气账也好 在年末结账时 画几条红线 是双红线啊 这是我们注意的一点 包括我们将余额 结短夏年时 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都是多远级的考点 再来看 第六个 掌握错账查找与更正方法 注意除二法和除九法 它们的适用范围 更正方法 那么三种错账更正方法 它们的适用范围 是经常考核我们的 第七个 了解账簿的更换和保管 账簿更换 你要知道 总账日记账 那么每年都更换 大部分名气账 也是每年都更换 那么这次我们掌握住就可以了 备查账 变动较小的名气账 不用每年更换 好 这是我们这一章 应该重点掌握的内容 这一章呢 我们就讲解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